以西解书第十三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您要说预言攻击那些在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 对那些随着自己心意说预言的人说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这样说 鱼丸的先知有祸了 他们只是随从自己的灵说预言 却没有看见过什么异象 以色列啊 你的先知好像废墟中的狐狸 他们没有上去堵塞破口 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强原 使他在耶和华的日子 在战争中可以站立得住 他们所见的是虚假的异象 是骗人的占卜 他们说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其实耶和华并没有拆遣他们 他们却希望自己的话能够应验 你们不是见了虚假的异象 不是说了骗人的占卜吗 你们还说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其实我并没有说过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你们所说的是虚假 所见的是欺诈 因此我就攻击你们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的手必攻击那些看见虚假异象 以占卜骗人的先知 他们必不得列在我子民的会中 不得被记录在以色列家的名册上 也不得进入以色列地 你们就知道 我是主耶和华 因为他们迷惑了我的子民 说平安了 其实没有平安 有人筑起搏墙的时候 他们就用灰泥粉刷纳墙 所以你要对那些 用灰泥粉刷纳墙的人说 纳墙要倒塌 必有暴雨漫过 大冰雹啊 你们要降下 狂风也必爆瓜 纳墙倒塌以后 人岂不会问你们 你们所粉刷的在哪里呢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要在我的烈怒中 使狂风爆瓜 在我的愤怒中 有暴雨漫过 在烈怒中 有大冰雹降下毁灭这墙 我要拆毁你们 用灰泥粉刷的墙 使它倾倒在地 以至根基露出来 墙壁倒塌 你们必在其中灭亡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必这样像墙 和像那些用灰泥粉刷这墙的人 发尽我的烈怒 我要对他们说 墙没有了 粉刷那墙的人也没有了 粉刷那墙的人 就是以色列的众先知 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 在没有平安的时候 为这城建平安的意象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人子啊 你要面向民中那些随着自己心意 说预言的女子 说预言攻击她们 你要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这些女子有祸了 她们替众人的手腕 缝制符咒的袋子 又替众人制造不同长度的头巾 为要猎取人的性命 难道你们猎取我子民的性命 就能保全自己的性命吗 你们为了几把大麦 为了几块饼 就在我的子民中间亵渎我 你们像我那些 愿听谎言的子民说谎 不该死的人 你们杀死了 不该活的人 你们却保全他们的性命 因此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要与你们符咒的袋子作对 你们用他们来猎取人的性命 好像猎取飞鸟一样 我必把他们从你们的绑壁上扯下来 释放那些被你们像飞鸟一样 猎取的性命 我必扯下你们的头巾 救我的子民脱离你们的手 使他们不再被你们的手猎取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没有使义人灰心 你们却用谎言使他们灰心 又兼顾恶人的手 使他们不转离恶道而得拯救 因此 你们不得再见虚假的异象 也不得再行占卜的事 我要救我的子民脱离你们的手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